一年后我们算是新的一年 我想要再把这个巴母掌 再让大家搞懂 搞清楚一点 因为你练八卦拳 练我这支的八卦拳 你不了解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浪费 因为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八卦拳 八卦掌 以八卦为名 都是牵强附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 就把中国武术里面 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非常珍贵的东西 就这样子 因为自己不了解 就随意地抛弃掉了 这个东西 它为什么叫做八卦拳 为什么跟八卦有关系 它的根 它的根是在这边 你说宁转 你说百扣布 是它的术 是它的方法 是它用来表现这些东西的 达到这些目的的那些方法 可是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这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属于内修功的 这是属于内修功的 我们讲 单换掌的阶段的时候 练利与器的时候 它不牵涉到这个 所以八卦不是说 你在走的时候 它走什么方位 不是的 它之所以是 进入八卦的这个体系 是因为内修功需要 为什么练内修功会需要这个呢 因为就是它的对应 就是它的对应 比方北方砍弓 属胜 这个心肝肺肾 头背腰腹 这个内 各个方位 跟内腹腹的对应 跟身体的对应 是在中医系统 或者有些武术系统里面 一个通用的概念 只是有些的对应 它不完全是一样的 它不完全是一样的 比方讲在有的八卦 它讲异理的里面 它可能比方讲迅为足 它的迅对应的是足 它是尖啊 足啊 因为它对应的是什么 它对应的是 先天八卦里面 那个每一个卦 那个前一对二 离三跟四 那个东西啊 那个数字的对应 那是一种对应 那还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对应 那在八卦拳里面 它把人体分为 你如果要练人的 这个身体内外的话 它把内分成四大部位 外分为四大部位 就是心肝肺肾 头背腰腹 这四大部位来练 好 好 我们先讲这个一个概念 八卦 八卦是什么 为什么它可以 它是我说 这个东西 它不是在八卦的系统 因为八卦本身来讲 它是什么 它是四项的阴阳面 你们看 在这个里面 在八卦里面 是不是有四正 这个我圈起来的四个正位 东东 北东南西 这个叫做四正 四语是四个斜的方位 那四正的方位呢 就是四项的方位 这个我蓝色的部分 是四项 你如果把这个图 看四项的图的话 它就是阴阴阳 阳阳阳阴 在一般八卦的变 变卦的观念里面 如果这个是阴阴 下一个变 这边是 应该是先变阳 阴阴变阳 应该是阳阳阳阴 是吧 那在这个里面 它的概念是什么 阴阴到阴阳 是这个东西 是从阴转阳 是从阴转阳的过度 然后再次到阳阳 然后再阳阳 阳转阴 它叫阳阴 它讲的阴阳阳阴 是从阴到阳 阳到阴 这么懂 阴阴嘛 阴到阳 然后呢 然后变成阳阳 然后是阳到阴 所以它这里 表达的是什么 表达的是 它们是阴阳之间的 过度 这么懂 应该静美人 看出里面的差异了 就是以挂的阳的变化的话 应该 易经里面的阳的变化 它是从下面的阳先变 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一种阳变的概念 这边的概念 这边的概念就是 它要表达的就是 这个是从阴转阳 阴转阳 阳阳阳阳阳阳 阴转阳最后转到阳阳 然后转到阳阳阳阳阴 它是指的力量变动的那个方向 为什么八卦是四项的阴阳 我们以这个来看 以八卦权的内室外室来讲好了 心肝肺胜头被腰腹 心肝肺胜是内 内室卦 四个正卦 是内里的丈夫 四个外挂是头被腰腹 这就分出内外了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内外的关系是什么 就从这个 阴阴 四项里面阴阴的内是肾 外是腹 这不是理论这样子 在我们在练的时候 你练阴阴是这个吗 是不是这样子 你练负是这个 这边是内是肝 外是腰 内是这个肝 外是这个腰 它在锻炼的是同一个部位的内外 同一个部位的内外 心 羊羊 心 就是这样子 头 它都是属于火 火的方向 然后金也是一样 内是肺 内是肺 外是背 同一个部位的内外 看不懂 好 那这个是四项 那四项加一个中功 皮土 这个是皮 就是胃 这个功能 加一个中功就变成五行 就叫做五行 所以四项代表的是什么 四项在讲的是什么 四项在讲的是力量的流动 五行在讲的是什么 五行在讲的是 一个东西 它的质的变化 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样不懂 就水 水是一种力量 水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质 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的特色是 这个力量是往下走的 这是一种质 木 木是什么 木是生长 木是质的生长 它是什么 它是 比方讲 它是青色的 这个功 就是青色的 那它需要水来滋养 它跟水的关系 是这样 所以水是木的母 它的妈妈 是不是 然后火 火是什么 火是热 热的 基本上颜色它是红的 它的力量是什么 是往上的 跟水是相对的 然后金是什么 金是硬的 是凝 凝结的 它代表一种凝结的 向内的 是硬的 是声音 它是一种 一种声音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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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皮图是什么 皮图是湿的 它是 它是所有的 的中央 的部 部位 它关系到 所有的都跟它 有关联 它也跟所有的 跟四个 有关联 它是属于 中 中央 到这边 到这边 有没有听 听懂 所以 太极 生两仪 两仪 生四项 四项 生八卦 太极 到两仪 到四项 这些阶段 都没有行 这些阶段 都没有形态出来 都没有 都没有看得到的 东西出来 它是一种力量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 我们认知的一种概念 只有到八卦出来 它是产生物质 那这个物质是怎么出来的 它是 两仪 加上四项 就是四项里面的阴阳面 这是四项 它的内跟外 内外就是什么 内外就是它的阴阳面 四项每一个项 加上阴跟阳 就产生出来八卦 所以八卦本身的秩序 八卦的秩序 必须符合 它是四项的阴阳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武术 我们用练身体来讲 我们要用一个外在的知识 每一个外在的知识 来代表一个卦的时候 一个知识代表一个卦的时候 它必须符合 你这两个 必须符合是四项的阴阳面 而不是分开的八个 这样不懂 而是四个的阴阳面 这样能听懂吗 不能 比方讲 现在能听懂 八卦是四项的阴阳吧 现在能了解八卦是什么吧 能了解八卦是四项的阴阳吗 四项是什么 四项是形 阴阳是直 这样子有没有懂 这样懂 懂吗 四项是形 四项代表的是什么 四项代表的是形 就是说比方讲 你说一个 你画一个几何图 它基本的是什么 圆形 方形 三角形 这个是形嘛 直是什么 直就是这个东西是硬的 还是软的 这个是直 我说这个东西是金属的直 还是木头的直 还是纸张的直 这个是直 是不是这样子 同样一个形的东西 因为直的不同 它就是 它就是不同的东西 这样子懂 懂吗 同样的直的东西 同样是金属的东西 因为形的不同 它就是不同的东西 这样不懂 这样懂 懂吗 所以物质世界的东西的区分 可以用形来区分 可以用直来区分 形跟直的总和 成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物质 到这边有没有懂 所以当你要拿身体的知识 动作去配合八卦的八功的时候 你必须要符合什么 你的每一个动作 它们两个为什么 为什么不同 它们同样是阴阴 也就是说 我这个麒麟土虚 我说这个麒麟土书 跟白色浮草 麒麟土书是什么 它是属于坤工 它是属于坤工 白色浮草是属于砍工 为什么麒麟土 这个动作可以是坤工 代表坤工 而白色浮草可以代表砍工 第一个 这个是练圣的 你的这个动作 确实能够练到圣 你这个动作是练负的 所以它符合这个工的特性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它们相互之间 有没有阴阳面的这个关系呢 有没有阴阳面的关系呢 有 我刚才讲的 明显的比方讲 肝跟腰 你练它是同一个部位 它是身体的同一个部位的内外 这样不懂 这样懂 懂啊 所以你要 你的东西要称为 比方讲称为八卦权 你必须要符合这个 而它的相互的关系 每一个 每一个动作 它相互的关系 要符合 四项的力量的流动 就是这个形的 形的改变 形的改变是什么 形的改变 在武术里面 形的改变 就是力量的流动 比方讲 我从这个形 变成这个形 这是不是一个力量的流动 从上往下的流动的过程吗 所以武术里面 所有的动作里面 每一个动作的转变 每一个动作的变化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力量的流动 可是不是所有的力量的流动 都符合 四项的规范 是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可以乱动 你的乱动可能只是在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乱动 它并没有流动 这样不懂 它没有 它没有有秩序的流动 为什么要有秩序的流动 因为这个流动 这个力量的流动 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我们身体内外的 它的空间的变化 它的能量的变化 所以八卦权要用这个东西 来规范我们外在的知识 跟外在的活动 来影响 来影响我们身体的 内跟外 内跟外 来练 来练 好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有问题吗